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城里的人投降 张子明呢就连声答应走到了城下 大声喊道 请大家伙坚守下去 我们的大军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哎呦这陈友谅傻眼了 他没有想到这个柔弱的读书人有这样的胆量 他气急败坏 手起刀落就砍死了张子明 这个时候陈友谅才明白 这个书生并不怕死 治政二十三年六月 在确定了与陈友谅决战的方针后 朱元璋从卢州调回了徐达的部队 并召集了他所有的精锐力量 包括二十万士兵 和他手下的那些优秀的将领 徐达 常玉春 冯胜 郭兴等人 连刘基这样的文人谋士也随军出征 与陈友谅一样 朱元璋这次也算是倾城而出 陈友谅和朱元璋就像是两个赌徒 一个带了六十万 一个带了二十万 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局 他们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 赌注是自己的生命 财富还有所有的一切 但是这个赌局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 赢的人将获得这片大地的统治权 这个奖励太让人动心了 没有人能够拒绝 朱元璋乘坐骑线 从水路向洪都前进 这是一个晴朗的白天 江上不时挂起阵风 让人感觉到相当的温和舒爽 朱元璋呢 却没有欣赏景色的心情 他回过头 看着自己的众多战船 以及统帅战船的文臣武将 这是二十万的大军啊 朱元璋心里止不住的激动了 自己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放牛瓦 到今天千军万马的统帅者 我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呀 那么多的艰难与困苦 悲凉与绝望 我都挺过来了 现在我要去争天下 陈有亮一直都比我强大 一直都是 眼下已不是三年前的应天城下了 没有伏击这样的便宜可减 这一次我可是要面对他真正的力量 只能是硬碰硬啊 想到这儿朱元璋的手不尽的颤抖起来了 这种颤抖是畏惧 也是期望 当面对敌人时 人们的第一反应 往往像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 先上去拼一拼 不行再说 这个行为的错误之处在于 牛犊并非是不怕虎 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老虎的可怕 当朱元璋弱小时 他专注于扩大自己的地盘 占据除州 占据河州 陈有亮张世成 他们算什么东西啊 然而随着他自己的不断强大 他才意识到自己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是怎样的可怕与不可战胜 他终于开始畏惧了 越是接近对方的水平 就越了解对方的强大 就会越来越畏惧 当他的畏惧达到极点的时候 也就是他能与对手匹敌的时候 陈有亮 我已经有了和你决战的本钱 你已经在宏都耗了两个月 士气和粮食还能剩下多少 我虽兵少 但绝不怕你 只要达到了陈有亮 我就是天下之主 朱元璋的大军到达湖口后 为了达到与陈有亮决战的目的 他分兵两路 分别占领了 京江口和南湖口 同时还封锁了陈有亮 唯一可以退却的武阳渡口 毒死了陈有亮的退路 朱元璋已经反复的考虑过 要彻底战胜陈有亮 唯一的方法是彻底摧毁他的水军 他决心与陈有亮在水上决出胜负 7月19日 陈有亮得知朱元璋来救援 并且封锁了自己的退路 于是陈有亮就主动从宏都撤兵 前往这个博阳湖 寻求与朱元璋决战 陈有亮是彻底逆翻了 和朱元璋这个人打交道 也不想再等了 他呢 没有寻求突围回到江州 虽然这对他来说很容易 朱元璋封锁江口的那些破船 根本就不放在他的眼里 陈有亮怎么回事 这时候啊 他那个心里想 老子已经没有耐心了 既然你要水战 那你就来吧 就在水上决一雌雄 陈有亮的水军 与朱元璋的水军 终于在柏阳湖康郎山相遇 两支军队经过无数的波折 走到了最后决战的地点 柏阳湖又称彭泽 北起湖口南达三阳 西起官城东达波阳 南北相望三百余里 可谓是浩瀚无边 他上城干辅 信 饶 修 武江之水 下通长江 南宽 北窄 形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湖 朱元璋的舰队 停靠在南伯阳湖的康山 与陈有亮的舰队是遥相对望 双方就在湖上布阵 此时朱元璋的士兵们 才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们的战船太小 在陈有亮的巨舰前 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个玩具 陈有亮的战船中 最大的长十五丈 宽两丈 高三丈 船只分三层 船面上居然有士兵骑马来回巡视 从船的前面看不到船尾 所谓就是说首尾不能相望 而朱元璋的战船呢 居然还是以制政二十年龙湾之战中 缴获陈有亮的船只为主力的 还有若干渔船在内呢 虽然朱元璋的士兵们 早就听说陈有亮的战船厉害 但只有到了近距离观察才发现 哎呦 陈有亮的战船是个多么可怕的舰队 这仗怎么打呀 我们认为啊 这一场景应该给朱元璋啊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以后明朝的船只建造 一直都以巨舰为目标 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最大的宝船居然有一百二十七米长 似乎是在像几十年前的陈有亮示威 咱们还来说眼下 眼下退却是不可能了 那只能打了 话是这么说 派谁去打呢 就在这个时候 徐达站了出来了 他仔细分析过敌方船只的弱点 认为自己的船只可以分为多个小队 带上火枪和剑弩 在靠近敌船后 先发射火枪和剑弩 等靠上敌方船之后 便攀上敌船 与敌人短兵相接 仔细的考虑以后 徐达与长玉春廖永忠等 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第二天 徐达率领他的舰队开始了突击 徐达身先士卒 带领前锋舰队在靠近陈有亮水军后 出其不意的向汉军发动了突然袭击 陈有亮是大为慌了 他万万没有料到朱元璋的军队竟然主动的发起进攻 急忙就派出舰队迎战 这个时候 徐达的舰队突然分成了十一队 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围攻巨舰 就好像咱们电影里看到那个狼群战术一堆狼 由于这个巨舰行动不便 故此失彼 无法打退徐达的进攻 而徐达的士兵成事就盘上了其中的一条巨舰 杀敌是一千余人 并且俘获了该舰 陈有亮前军被打败 陈有亮发现了徐达进攻的特点 便集中了几十艘巨舰发动 集群攻击 徐达急忙将舰队后撤 汉军顺势就发动攻击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圈套 他们尾随追击徐达 风向突然转为逆风 在朱元璋中军舰队里等候多时的于通海 立刻集中大量的火炮 向进入射程的陈有亮水军 猛烈的轰击 晃晃 陈有亮的前锋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 二十余条战船被焚毁 朱元璋极开得胜 但陈有亮那毕竟是陈有亮 在初期的失败后 他及时整顿了舰队 发挥自己巨舰的优势 利用船只上的火炮 对徐达发动猛攻 徐达的战舰被击中了 他不得不放弃其舰 转移到其他的船上 暂时就失去了对舰队的指挥能力 陈有亮水军 趁机就发动反攻 连续击沉几十条战船 朱元璋损失惨重 士兵们溺水死亡的 那是不计其数 就这样 双方回到了僵持状态 然而朱元璋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陈有亮的舰队即将发起一次出人意料的攻击 这次攻击是陈有亮也没有预料到的 对朱元璋而言 却是指命的 元朝末年可以说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 在各路诸侯手下都有一大批勇猛的将领 这之中又以朱元璋的将领为最强 这些人是各有专长 如这个徐达是善谋略 李文忠善于奔袭 常玉春呢善突击 冯盛则善于侧击 朱文正呢善于防守 要说到勇猛 天下无出张定鞭之诱者 张定鞭什么人 张定鞭1318年生人 元籍湖北 与陈有亮一样 他也出身渔民 是陈有亮的儿时的伙伴 也是陈有亮的司党 早在湖北的时候 他就和陈有亮张碧仙结拜为兄弟 发誓是生死与共 陈有亮一生多疑 唯有对此人是极为的信任 在战局出现僵持状态后 张定鞭决定实施一次冒险行动 这一行动啊 事先并不为陈有亮所知 相信如果要是陈有亮知道的话 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张定鞭率领他的旗舰 和两艘副舰 从陈有亮水军阵型中 突然就冲了出去了 陈朱两军都以为他是出来巡航的 都没有在意 谁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张定鞭率领他的三条战船是一刻不停 直接就冲向朱元璋的旗舰 百万军中他要取元璋的首级 张定鞭永不可当 孤军冲进了朱元璋水军前阵 张定鞭冲到中军 已经被三十多条战舰围入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张定鞭简直堪称一身都是胆 身陷重围孤军奋战 却是越战越勇 锐不可当 他亲自持舰 站立在船头 已是绝不后退之决心 士兵们为他的勇气所感动 无不尽力而战 竟然一路击败朱元璋各路将领 先后斩杀大将韩成 陈兆仙宋贵等人 冲出一条血路直奔朱元璋而来 此时在后军的朱元璋 眼见张定鞭战船 一路冲杀过来 也慌了手脚了 连忙命令船只躲避 谁知道 乌漏偏逢连夜雨 由于转舵太急 船只竟然在这个时候搁浅了 朱元璋是束手无策 已经没有战船前来相救 眼瞅着 那就要做了张定鞭的俘虏了 在这儿啊 咱们要说一下 在这个武侠小说中 大凡遇到类似的情况 都是美女受难 武林高手前来相救 事实告诉我们 在真实的历史中 危急时刻也会有武林高手出面的 此时的朱元璋就是个例子 虽然不是英雄救美 就朱元璋长得那模样 以离美也差得远了点 但是呢 也颇具传奇色彩 这个时候 放下来 这个箭呃嗖的一声已经离闲了 一箭正好射中了张定鞭 哎 人家射的还是一栋把呢 张定鞭被射中后 无力指挥战斗了 就此退出了朱元璋的水军 竟无人上前阻挡 第二天的战役就此结束 这实在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当天夜里 陈有亮召开作战会议 总结了当天作战的经验 他认为啊 要发挥自己战船的长处 必须保证集群突击 而船只的行进速度不同 无法保证统一 于是啊 他创造性想出了一个主意 把这些船只啊 用铁锁给连起来 哎 听到这儿 您觉得耳熟吧 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据说 这个陈有亮和施奈安的关系很好 如此说来 他应该也认识罗冠忠 那就实在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陈有亮啊 竟然会采用当年曹操用过的昏招 看来啊 这个罗冠忠啊 当时啊 并没有写完这个三国演义 或者说是呢 写完三国演义了 出版以后呢 他忘记送给陈有亮一本了 第三天 朱元璋发动进攻 朱元璋亲自吹响了号角 召集水军布阵进行决战 此时呢 陈有亮的铁锁连环舰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互相连在一起 绵延竟有十里之远 望之如山 朱元璋连续派出三支舰队轮番进攻 都被打败了 而陈有亮敏锐的察觉到朱元璋的右翼薄弱 便指挥大军猛攻右翼 这一招十分的厉害 朱元璋的军队抵挡不住 眼见形势不妙 朱元璋亲自仗剑守在船前 以旗舰为底线 退后者力斩 但他连杀十余名后退的千户后 仍然阻挡不住败事 眼看着要全军崩溃 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军中也出了一个类似张定鞭的猛将 丁浦郎 这个丁浦郎是赵浦胜的结拜兄弟 也是当年徐授辉军中四大金刚之一 他投奔朱元璋 并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不得已 所以啊 作战的时候一向并不积极 但此时仇人当前 让他露出了自己的狂人本色 对他而言 什么都在其次 只有兄弟义气是最重要的 陈有亮这个卑鄙小人杀了赵浦胜 今天一定要他偿命 据说他在自己的船头竖起了七尺白布 上书八个大字 旁人不问 为诸九四 因为传言啊 这个陈有亮的小名为陈九四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老子只找陈有亮算账 无关人等都闪到一边去 你瞧 陈九四 朱崇八 从名字来看 其实都是苦无命人的 在张定边昨天上演好戏后 丁浦郎今天接演了续集 他也率领自己的战舰冲向了敌阵 此时正是朱元璋败退的时候 所以他的攻击带动了军队的士气 使得朱元璋能够撑到决战的时候 不过呀 他的这个冲锋方向并不理想 与张定边不同 他呢 是哪人多就向哪冲击 勇则勇矣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自己还吃了不少的亏 身上中了十多处伤啊 这就是名将之勇 与匹夫之勇的区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